大家好,我是小許 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晚上的煉獄級關卡資訊 那這個是愛德解放 那技能還不錯 建議大家可以拿 成功通過煉獄級關卡 一次就可以拿到這個糖心南瓜 這是他的進化素材 另外關卡裡面 應該也是會掉落 這邊也會掉落一個 第七關這邊會掉落 然後王關會掉落一隻愛德 不過如果要刷愛德的話 應該刷他一般的地獄級關卡 比較快 刷這個主要是拿他的進化素材 這樣子 因為地獄級關卡沒有成就 所以我們直接看關卡資訊 那進關的話 兩顆南瓜三人組 血量都一億三千萬 CD都非常久 所以這邊算是佛心來的 反正不要被兩隻一起打到就好了 在三回合內把兩隻一起帶走 現在的卡片要打這個傷害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呢 第二關是神族 這一隻格恩達爾 鬼姬隱藏7combo 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是持續的 持續鬼姬隱藏7combo 以上才能造成傷害 而且他會追擊 這地方的話 因為前面只能洗三回合嘛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稍微 吃手轉一點 或者是大家可能要記一下 版面齁 在想好版面再開始轉 血量的話是兩億五 第三關的話就比較輕鬆了齁 這個召喚小怪 等一下 召喚小怪兩秒轉珠 這個好像 不是很 不是很簡單喔 因為他這邊的話 是固定CD 看起來都是固定CD 所以他等於是無限重生 所以這邊等於是你要用一個 可以把敵人延遲的卡片 或者是開龍科 或者是開龍科延遲 才有辦法過這一關齁 這個召喚小怪 那血量的話其實不高 這邊主要就是 需要把敵人延遲 或者是開龍科這樣 那再來第四關雙血齁 這個無頭騎士 第一條血的話 血量不重要 反正他就是要消20顆新珠 一顆扣5% 那CDE扣血100% 所以你要買就是用什麼 彩虹螺旋 這種Bug的東西齁 不是說Bug啦 這種OP的東西去擋 不然就是你要弄出20顆新珠 才能解這關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不然就是開龍科延遲 不過你前面可能開過 你這邊也不能開 所以這邊可能要想一下 要怎麼過齁 然後再來第二條血的話 五億三千萬 燃燒微塵 強化盾 然後 越扣越強 那碰到一顆被燃燒的話 扣20%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固定版面 固定版面可以解決 好那再來呢 這個第五關齁 這是蜘蛛金三億七千萬 首消暗傷害吸收反擊100% 然後按起手使中盾 那這邊談的地方主要是他的 呃 傷害非常高齁 那你有兩回合的機會可以把他帶走 那注意不要去手消到暗珠就可以了 那第六關雙血的話呢 第一條血的話7億9 第二條血4億6 那這個第一條血其實就是輪迴齁齁 就是新的那個 神族輪迴的第18關 洛基 大家最討厭的那個洛基的技能 把你命懸一線寫剩一點 然後再來三回合超級禁錮 也就是你的攻擊 主動技能 都不能用 然後也不能解鎖 然後黑白符始 這還好 但是回復力把你減到剩5% 這個就很麻煩了 因為很少有隊伍的回復力 有辦法回得來 有辦法在這邊跟他對魔 要嘛就是特殊的回血手段 要嘛就是回復力真的非常高 比如說潘朵拉這種的 可能不怕 不然這邊的話很多隊伍會 這邊會很麻煩 這邊 然後再來第二條血 首回合暗影爆狂擊 意思就是說 你暗珠越多的話 他攻擊力越高 而且龍科 他會吸收你龍科的能量 來減傷 所以你進這關之前呢 你要把龍科開掉 不然的話 他吸收減傷的話 你可能會 打他就要打更多傷害 才打得死他這樣子 而且他會持續隱藏 不過我覺得這邊的話 攻擊力還好啦 三萬四而已 反正就注意開龍科 然後把那個暗珠綠掉 這樣子 這關應該就比較輕鬆 然後再來最後一關 不是最後一關 第七關是這個主動盾 只有主動技能可以對他造成傷害 那血量是420萬 所以你就帶一個有超過420萬的直傷 去噴他 就可以了 那再來第八關 首回合場上全部都鎖定 然後再來之後每回合會鎖定新珠 然後無視減傷 然後新珠進銷 這個其實在輪迴裡面也出現過啦 這個就還好 五億三千萬 再來第九關 五億九億四 第一條寫五億的話 它是要銷 30顆光伏石 然後首銷 進別鼠 首銷不能銷這個水火木岸 然後你要銷30顆光伏石 所以就是只能用光珠首銷 其他都用碟的這樣子 感覺是做球給光希臘啦 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做球給光希臘的話 感覺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不過如果說 光希臘要打的話 這個新珠這邊 好像也是有解 好像也是有解 而且這邊其他關看起來 光希臘好像特別好打 那再來最後一關 光以外防禦90%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做球給光隊 然後又九COMBO追擊盾 六重黑洞 然後 召喚師在黑洞位置結束轉珠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 好像是新的 在黑洞位置結束轉珠的時候 攻擊力會變0 所以說你在 停下來的時候 轉完停下來的時候 不能停在那個 六顆 六重黑洞上面 版面上會有六顆黑洞 不能停在那上面 不然的話你的攻擊力就變0 那因為它CDE嘛 然後扣血 又會扣血100% 如果說你停在黑洞上的話 扣血直接100% 那光希臘就不用管這個 反正它天降怎麼降 都是一定有9C 所以這個感覺 光希臘應該是最好打的 好那以上就是 今天晚上的關卡資訊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